电脑很卡哩 好的,我们上周讲完了第九章 那今天我们会进入第十章 不要觉得我很快 因为第九、第十章不是一个这么重要的章节 第十一章会比较重要 所以今天我希望可以结束这一章 老实说,初三的课程特地这样安排的 初三下车有半本 我是个人认为没有什么重要的 主要很多时候 有一些学校的老师 甚至是给学生去做 就让学生自己去看课本 然后可能上来分享一下 所以这个部分老实说 它是比较偏向于一些常识性的东西 常识的就是 common knowledge 所以这个第十章 其实你可以看到能源 讲到能源的话 就是跟我们之前上的能量 好像是又有点关系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可更新不可更新 这个小学都有讲过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一边老实讲 它是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的 只是说它可能提出了一些比较新的分类法 或者是以前你看不懂的东西 现在跟你讲Uranium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中学来讲 这一章其实也是没有太过着重 OK 十点一我们就要讲能源 什么是能源呢 基本上就是在自然界中 人类可以拿到的能量的一个资源 我们就叫它能源 所以身边有什么呢 有这个煤炭啊 石油啊 天然气啊 风也算是哦 风也是可以拿到能量 河流 海流 潮汐 草木燃料 还有这个太阳辐射 这些都是等等的 都是我们的这个可以提供能量的 闪电就不是啦 因为闪电用不到嘛 对不对 所以前一章其实有少许的 就是我们那个 上一章其实在讲的是比较偏向于物质 比较偏向于物质的那个部分 那这一章呢 就是偏向于这个能量的部分 油这个东西呢 油这个东西呢 它都是化合原子叙述的 是92 有人进来 纸铺进来了 OK 大概是全到啦 OK Uranium是92,它这个Uranium算是非常大的一个原子 从那个微观来讲,这个油原子非常大颗 所以它相当不稳定,所以你用一粒中脂去敲开它的时候 它就可以产生很大的能量 所以这个就是Uranium它的一个好处 我们叫做核燃料,就是核能发电的那个重要的原料 那能源的分类呢,我们可以分成可更新跟不可更新 那可更新的有很多啦,就是我们的太阳辐射啦 风能啦,水流啦,还有什么草木燃料 草木燃料基本上就是那些树木,如果枯了枯叶 那个枯叶你少了起来,这个枯叶你可以收集起来呢 就其实是可以作为这个燃烧的燃料来的 所以这些就是所谓的草木燃料 给水流啊,风能啊等等的 所以待会这一张呢,很多像我讲的它很多尝试的东西 而且有很多新的发明 有很多新的发明 所以我会再像上个礼拜这样子 我会再把一些比较有趣的 比如说风能来讲呢 现在有 以最典型的风能是这个三个散的 三个那个 叶啦,我们叫做叶子的叶 然后三个叶的这个风 风能发电机 那这个叶呢,这样子转动的时候呢 它打到鸟,这个鸟就会死 所以它算是一个比较鸟类的隐忧了 所以变成了它会有少少破坏环境 因为为什么鸟它会杀死鸟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国家呢 就想到了一个方法 它发明到呢 它就想到很像竹子嘛 对不对 竹子吹它,它这个也会摇摆 所以它利用这个竹子被吹动了之后呢 会摇摆呢 这个震动来发电就够了 当然它比起这个用散叶的来讲呢 它的效能会比较低一点 但是它的危险性呢 就降低了很多很多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讲说 哎呀,有一些风是少少的风 然后可能你 你放成 做成一棵树这样子的形状啦 然后风吹过呢 那个 那个树 它是做成一个叶子的一个样子啦 所以我们等下我会再 现在这样子讲了 这样很难明白 等下我再点准看下那个影片就好 OK,那还有可更新 就是说它在短时间内 它很容易的可以再取得 再取得 那不可更新的话呢 我们通常就是在讲石油 这种化石燃料 为什么叫化石燃料呢 它其实就是上亿年 上亿年前的那个恐龙时代的 那些生物的尸体 在地底下高温高压 上亿年它才可以得到的 所以变成了呢 你还有什么东西 尸体啊 你还要等着上亿年 你才可以得到 这样真的是没有办法 真的不是短期了 上亿年 不简单的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 这个 我们 五千年的文明 都已经算很久了 你还要给我上亿年了 真是不懂 还要等到几时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我们认为说 这个真的是不是能够 短期能够得到的 所以啊 用的 现在用了多少呢 就少了多少 没有办法再更新回的 你不可能再等上一年 而且 我们用的速度非常快 快过它更新的速度了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化石能源 化石能源主要是在讲 酶 酶 还有石油 石油的上层就会飘这个天然气 所以天然气跟石油呢 很多时候是一起的 取得的啦 然后还有呢 就是这个油框呢 其实也算是 油框也算是 就是说你撞了它 撞开了之后呢 它不可能再自己再黏回去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可更新的能源 但是因为它的那个能量非常巨大 所以是 少少的你就可以取得很多的能量了 所以它们也是有考虑过了 OK 所以这个是能源呢 除了可更新 跟不可更新的以外 我们也有另外一种分法 就是一次能源跟二次能源 什么是一次能源呢 一次能源就是 直接的从自然界中得到的 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 就是煤炭啊 石油其实也是 这个字表上也是不是很好 因为石油有些人的讲法 就是石油已经是提炼过了 没有提炼过的叫原油 所以这个应该换成原油 会比较恰当一点 然后天然气啊 太阳辐射啊 风能啊 水流啊 生物质能啊 等等啊 地日能 这些都是一次能源 那二次能源呢 你可能是要经过加工的 比如说这个汽油啦 石油的话 我们通常就讲说石油 可能它的把原油当做就是石油了 因为石油是可能这个的 那个原料的名字了 然后它提炼过后呢 我们可以得到汽油啦 可以得到柴油啦 等等的啦 所以天然气呢 你提炼过后呢 你可能就会变成煤气了 然后或者有一些是 把它转换成电啦 对不对 发电了之后呢 所以电能呢 一定是二次能源的 还有酒精啊 等等的 这些都是 必须经过加工或者转换的 叫做二次能源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有 有一个表啦 比如说这个是一次能源的 那一次能源它可能可以 有些一次能源呢 它也没有办法直接利用 有一些可以直接利用 有一些必须要转换成二次能源的 之后它才可以利用 这样子 比如说石油没有办法直接利用啦 那一定要转换成二次能源啦 比如煤气啊 石油的 食品啊等等的 水流呢 很通常 水流 电 太阳能 跟风力 跟核能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会转换成电力的 在 卖给这个 这个 这个消费者的 那有一些是可以直接的利用的 比如说煤炭它们会直接的拿来 可能取暖 取暖方面的 不过煤炭呢 烧出来它那个气体是非常肮脏的 所以这个 很多时候煤炭也是会拿来发电用的 在发电厂好过在你家里烧 因为为什么发电厂呢 烧了之后空气它可以再 经过process然后进化它 当然中国那一边很多时候呢 他们就没有做那个进化的 那个功夫 所以变成了这个 流的抬放量呢 非常高 所以这个就是酸鱼的主要来源就是这个煤炭 OK 所以煤炭呢 他可以 这个就是他 举的例子啦 为什么我们讲有一些东西是一次能源 有一些东西是二次能源 可能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很像煤啦 它本身呢 它可以作为一次能源 直接拿来取暖 它也有可能转换成发电 拿来发电 然后转换成电了才才给你 所以变成了它是转换成二次能源的 OK 所以有同样的东西它可以一次能源直接移用 也可以转换成二次能源再移用的 OK 不可更新能源 我们接下来讲的不可更新能源主要要讲的是三样东西 一个是煤 煤是什么呢 就是最多的 其实是含量最多的化石燃料 那主要它是拿来野炼金属啦 野炼金属还有发电的 那它是50%呢 至少50%的成分是这个植物的残骸 死于沼泽地的 然后经过百多年才会演变而来 百万年啦 百万年我刚才讲上亿年是有点夸张了 所以可能是百万年就可以做到了 不过也是很久啦 百万年了很久了 其实不是百万年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呢 你看它是讲说50%还有200M M本身是百万 再放过两个零是不是上亿了 差不多其实我没有印象中没有记错 应该是上亿年了 数百万年了 基本上是50百万年到100百万年 100百万年就是一亿年了 所以它其实是有上亿年的 而石油的话呢 石油的话跟这个煤炭差不多 只是它的那个是植物啊 煤炭是植物 这个是海洋的维生物的残骸 也是上亿年的时间才会得到 那石油跟天然气呢 很多时候我们讲它是Avanade 天然气呢 它通常是甲烷 甲烷CH4 然后 还有其他的气体混合而成 不过是主要是这个CH4 我们是写CH4 OK 然后呢 它很多时候呢 天然气它的密度比石油密度来的小 所以它会在它的这个油层的上方 所以它其实它你可以看到了 它跟形成石油的生物是一样的 换句话 其实它们是一起存在的 很多时候呢 下方是石油 上方呢 就会有这个天然气 因为它是气体的成分存在 有一些 他们开采石油 他们不要收那个天然气 他们觉得天然气太便宜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了 所以他们就是不要收 然后直接的拿来燃烧了 所以你会看到呢 炼油厂呢 有一些时候呢 他们会有一个烟囱 上面有一把火的 这个是他们要烧掉那些天然气 因为他们不要收集 因为收集天然气 相当的消耗那个体积 因为它是气体来的 所以你要compress它什么的 但是你在收集的时候 它是以气体的形式 所以在储存方面呢 你可能储存又不多 开采的 卖出来的价钱又不好 所以很多时候呢 天然气呢 有一些甚至是没有 没有进行收集的 OK 所以石油呢 大部分其实最 煤炭其实不好 为什么? 因为它产生的 流含量的 二氧化硫 相当高 那天然气太便宜了 所以变成了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在注重呢 讲这个石油 这个石油开采出来呢 我们叫做原油 那原油呢 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些混合物 它必须要经过分层蒸馏得到的 然后液化石油气呢 是这个钉碗 这个刚才讲的甲 甲乙丙丁的甲 它就是CHF 如果是乙的话呢 乙的话呢 它就是C2 丁的话呢 它就会是C3 丁的话呢 它就会是C4 C4 那既然 但是要借多少个H 多少个H 你可以看到 一个碳 其实可以借4个氢 一个碳可以借4个氢 但是因为它4个碳呢 它就是这样子来连接 OK 所以这里可以借3个 这里可以借2个 这里可以借2个 这里可以借3个 3加2加2 通常我们就是这样子讲啦 你只要这个数目乘2 再加2就可以了 乘2就是8 8加2就是10 所以这个就是CH10 OK 所以这个是钉碗 这个是甲碗 C乘2就是2 再加2就是这个 这个 所以这个 到底多少个氢呢 一个碳会配多少个氢呢 真正来讲 是在高中才会学到啦 那我是 介绍一下吧 是告诉你 为什么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存在 那课本上可能它只是叫你 甲碗是CH4 丁碗是C4 然后至于是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呢 它们也没有解释 因为真正来讲呢 是要到高中才讲的 OK 好 那这个是很有名的 我们叫做分层针对的图 在PT3也有 在高中的化学其实也是有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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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上面的那层 这个最上面的是 温度 这个是气态的 它的这个飞点非常低 一下子就以气态的形式冒出来了 很多时候是天然气的 这些的 OK 天然气的 有时候天然气会混在里面一点 所以30度的 你可以看到30度的这个 飞点的 就是我们汽车用的汽油 OK 然后还有就是110度的话呢 就会做成这些chemical的东西 这个kerosin 就是这个汽车的叫煤油 Paraffin kerosin 或者是Paraffin 这个是汽车 飞机用的 180度C 然后柴油的话呢 是260度C的 柴油 Dissert 然后再来的就是 Fuel Oil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船用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能量 你可以看到 其实 越往下 它的能量提供的能量是越 越大 但是呢 但是呢 它燃烧出来的那个 这个气体呢 它的这个 杂质会比较多 所以最底层呢 你看润滑油呢 润滑油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 它其实可以到很高很高的温度 它都不会气化的 所以呢 你可以作为润滑油 所以 讲讲呢 在 这个 机器在摩擦的时候呢 它就会产生很高的热 所以 这些 这些油呢 尽量呢 都可以抵抗高温 然后还是保持着油的一个状态 液态的状态 所以这个润滑油呢 它是用了最底层 温度 废点非常高的 这个油来的 然后 接下来还有 剩的那些 我们是拿来做铺地 铺马路用的 铺马路用的 这个沥青 OK Bitumen OK 所以这个温度要不要记 不需要 不需要 然后 哪一层是 是什么东西 需不需要记 也不需要 不过那个是pt tree 有时候会考一下 所以这个顺序啊 你要知道 Gasoline在上面 接下来是 Nephtar Nephtar 接下来是 Kerosene Dissert 这个顺序的话呢 pt tree 会考 不过你们就不用考pt tree了 好 所以这个的话呢 稍微要记得一下就好了 然后 同考的话呢 会讲出呢 它就是会出以 这个方法 叫做分层蒸馏 OK 你只需要记得 这个石油 必须要用分层蒸馏吧 来得到的 那这个呢 你要知道 它的boring point boring point 就是越来越高了 往下就越来越高 然后它的这个分子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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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啊 那个 那个石油的分子呢 会越来越大 好 因为这个可能 比如说这个可能是 CH4 来讲 可能下到去呢 就会是 比较是 C4的 然后下下下的 可能是很长的长链 12个碳链 还是什么 这样子 所以它的那个整个的 结构呢 会越来越大 这个是你要懂的 然后它的这个 倍点就越来越高 OK 你只需要记得这个就可以了 OK 接下去呢 我们就讲了 10.3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这个 可更新的能源 好 刚才讲的不可更新能源 我们只是上三个 油 矿呢 我们也没有这样讲了 好 只是带过不了 然后可更新能源呢 目前呢 最有potential的 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太阳能 太阳能的话呢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整个地球的能量呢 都来自于太阳 所以如果可以从太阳直接得到了 这个是最好不过的 所以有一些影片 那个影片没有什么 不是很有趣 不过稍微的跟你们讲一下 其中一个是在讲那个 Tesla Tesla 你知道这个公司吗 他们 现在突然间非常有钱了 卖那个电动车了 电动跑车 所以现在非常有钱 但是他们就是以这个电的那个方向去研究 目前他要做的是乌瓦呢 一片乌瓦 挤脚钱 但是整片呢 都是这个太阳能电板来的 因为太阳能电板呢 都问题就是说 现在的问题就是 太阳能电板非常贵 所以很多人不要安装 而且你要回本 你差不多要十年的时间你才回本 所以变成了很多人觉得 这个这样子的投资要来干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呢 而且你可以看到 你讲十年后回本 你安装 那个 那个是安装费 还有 还有那个 原料费 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 维修费 所以维修费等等加上去了之后呢 你又不知道几十回回本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 目前为止呢 大家都以金钱挂帅了 所以变成了这个方案呢 大家都还是看着办 看着办 主要呢 就是要把那个电板的价钱呢 降低了 大家就会 我觉得就会开始大家都会再用 这个太阳能公路呢 就是在法国那边他们尝试呢 在路上面呢 放这个太阳能电板 然后 哇 讲得很好喔 不过我最近看到的新闻就是说 这个计划呢 以失败告终了 为什么 这个路啊 损坏了 就是 因为他们讲说 这个太阳能电板的路可以多少 沉重多少 全部是实验室里面的数据罢了 结果去到真实之后呢 给那个 超债的罗里 压一下压一下就快到晚 所以这些维修费等等的 结果呢 就是得不偿失 最后以失败告终 不过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这个Flooting Island 这个是有点太夸张了 他的想法就是说 很像挪亚方舟那样子 你整个 整个 船 然后铺满了这个太阳能 然后里面 他的想法就是 大家 大家以后啊 可能就是要在海上面 生存的 这个我觉得 也是可以给您看一下 不过这个是有点超出现在的 这个科技的范围的 OK 所以这个是 太阳能呢 基本上我觉得是 我们的未来 只是说 要想尽方法 把那个太阳能电板的价钱呢 降低 才会划算 OK 另外一个就是水力发电 水力发电 基本上就是我们目前呢 最最最重要呢 最最最最 怎样讲呢 而且马来西亚也很多的这个水 水坝 然后来发电的 那这个呢 问题呢 他唯一的问题是 在起水坝的时候 他必须要把原本的那个 原本可能他的水 其实很低罢了 那他就要建一个水坝 把那个水挡住 然后呢 河原本是很低很低的 然后他就会开始慢慢的 往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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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大部分的那个 原本是森林的部分 掩盖掉 所以为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 对环境呢 有带来一定的影响 这个基本上是在 建设的阶段 主要是在建设的阶段呢 他会对这个环境带来影响 然后其次呢 就是这个鱼 如果有通过这个 涡轮机的话呢 肯定是会被打死的 所以这个鱼类 整条河的这个鱼 这个鱼类 水里的生物呢 基本上都会受影响 然后周围的这些森林被覆盖了 他们的那些动物呢 也会被影响 OK 所以 但是 但是 它的本身 它的能量的来源呢 其实也是从太阳门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水 这些水 怎样变成在高处呢 主要是下雨嘛 对 水为什么会下雨的时候 为什么会从上面下回来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水为什么会从下面上去 这个主要就是太阳 太阳照射了之后 得到了这个热能嘛 对不对 所以水就会蒸发 水蒸发了之后 上到去呢 就会遇冷 遇冷了之后 下 就会下雨 然后落在高处的地方呢 就会变成了 去到这些水吧 所以整个总的来讲呢 它其实能量也是源自于太阳的 所以它其实算是一个可更新的能源 尤其是马来西亚 雨量非常足够的 心肠下雨的 所以这个水粒发电呢 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案 然后呢 还有就是呢 这个水粒发电呢 他们发现到 整个发电的那个发电率 是高达90%的 也就是说它的 那氏能转换成的电能的形式呢 总共转了90%了 不像是这个 这个 这个汽车 他们是用这个火力发电嘛 对不对 算是火力 火力发电呢 只能转换60%了 所以其实是比较 不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水粒发电呢 非常 而且它整个水粒发电的时候呢 也没有造成很大的这个污感 对不对 它纯粹的只是伤害了那些 那些环境啊 而且是建设的时候呢 比较大而已 那其他的方面呢 就不会 不会太大 所以水粒发电呢 其实非常 不错的一些 好 那现在的想法 就是说 能不能够呢 尽可能的 利用在水粒 任何的 任何的 很多很多不同 不同方面的水的 水流动啊 我们都放一个东西来 来发电 所以有一个idea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 哪里啊 啊 我们的水管 有没有 我们的水管 反正就是从 从当地下来去你家 所以他们讲 哦 从当地往下流动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又可以发电 所以他尽量呢 在各个不同的那个水管啊 都放一个这样子的 水粒发电的一个 装置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 其中一个idea 然后另外一个是 bottable的 因为这个水坝这样子的放呢 非常 对这个环境带来很大的伤害 而且呢 在穷的国家来讲呢 他们没有这样大的资金呢 去建一个水坝 所以呢 有一些 做出一个这样子的 pottable的这个 水粒发电的generator 所以基本上那个generator 丢进去那个河流 然后把用线这样的绳子 把它固定着了之后呢 它就再连接那个电线过去呢 你就可以把它 把它所发到的电呢 就可以收集起来 所以这个是 pottable pottable是可携带啦 就是比较轻便式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idea ok 其他的 我就不讲了 这个什么underwater turbine 不讲了 ok 所以还有呢 就是这个生物职能 生物职能呢 英文叫biomass 主要它是怎样呢 它是从绿色植物 绿色植物呢 比如说我们树木啊那些 因为它们有进行光合作用 ok 所以它们把太阳能转换成了化学能 所以所有的生物体 其实都有一些化学能的存在 所以主要呢 生物职能主要是在讲的是 这个 树木的这些残骸 比如说那个玉树树啊 最有名是玉树树 玉树树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吃那个 那个 玉树树的那个种子 那其他的部分呢 中间的星呢 然后旁边 拔下来的这个叶子呢 全部其实都是丢的 这样这些丢出来的残渣 其实有没有能量在里面呢 事实上是有的 所以呢 它基本上呢 就是又用这些残留 我们没有吃的部分 所以那些部分呢 又要怎样来转换呢 其实它们利用细菌 然后把它分解了之后呢 它可以产生甲网的气体 所以这个其实是其中一个方式 职能的那个 生物职能 然后当然除了这个 除了这些食物的残骸以外呢 还有的就是动物的大便 animal residue 这些就是动物的大小便 其实大小便 其实里面也是有的 只是它们没有办法消化 但是如果你找到了适当的细菌呢 也是可以把它分解掉 产生这个甲网气体的 然后这个甲网气体 或者是抵存呢 或者是生物的 柴油等等的 这些你可以转换了之后呢 又可以得到了一些干净的能源 OK 所以这个是生物职能的一个方面 不过呢 我个人认为 生物职能这些 它主要它要依赖细菌 而且细菌分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它的速度来讲 会稍微的慢一点 当然也是有它可取速度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依赖这一个 所以我们要多方面的发展 每一个用一点 每一个用一点 这样子就很好了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不错的来源 然后还有呢 就是地日能 地日能 地日能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知道我们的地底下呢 是熔岩来的 很日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这些呢 从地地球的底部 我们可以得到日能的 其实 所以这个叫做地日能 那目前的地日能呢 利用有两个方面的 第一个是直接的利用 比如说 要它的温度 所以很像这个温泉 很多时候 这个水打了进去 喷了出来 这个水就是日日的 这个日日的你可以拿来煮鸡蛋 然后拿来泡澡 拿来 拿来冲凉啊等等的啦 所以这些就是热水的用途啦 所以我们就讲直接的利用 那当然还可以啊 其实是 可以 把这个水呢 如果它足够热的话 它的这个热水可以推动涡轮 然后拿来 发电的 OK 所以这个是比较 如果温度比较高的话呢 它可以用作发电 那这个的话呢 它要 有一些 禁止 当然 要 第一 你要 如果你的地壳比较薄 你才好用 不然的话 你在一些山区啦 你本身 你离那个地都特别远了 这样这个就可能 不值得了 对不对 或者是呢 你很多时候呢 你都会在一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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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山 火山 我们的那个板块的那个 边界那边啊 可能那个部位呢 会比较好啦 但是又变成了 如果那些地方呢 又经常的地震 如果你建这些发电厂呢 是不是会倒塌啊 还是什么 这些也是需要考量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认为啦 可能印尼那一带 会比较适合一点 马来西亚好像 还是太阳能跟这个水利呢 会比较好 OK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个风力 风力发电啊 所以它是做的很像一棵树 事实上它不是一棵树 它的叶子呢 看起来有深浅不同的颜色 对不对 事实上呢 这个叶子本身呢 就是可以转动的 风吹它呢 它这个叶子呢 就会在那里转动啊 经由这个转动呢 来发电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竖型的封闭发电机 当然这个的idea呢 就是把它放在一些城市的地区啦 一来又可以美化 二来呢 就可以稍微的发电 当然这个电呢 可能没有很大 他们只是拿来做一些 光啊 就是路灯啊 这样子啦 OK 所以最后一个部分呢 就是尽量的教大家 节省能源 减少不必要的能源的消耗 明明去了一个很近很近的地方 走路可以到 我们就是要驾车去的 对不对 你就会有很多借口啦 哎呀 我要去买很多东西啦 放在车上比较方便啦 等等的啦 天气很热啦 马来西亚呢 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啦 所以 尽可能呢 就是说 我一去呢 我就买很多东西啦 尽量塞满那个车子啦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案了 然后还有呢 就是啊 这个是最最最出名的 就是我们的灯泡 埃迪森发明了这个乌式灯泡呢 白痴灯呢 发明了差不多百多年 那事实上来讲呢 其实它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它产生的日能呢 是多过它的光能的 差不多6比4的一个形式 所以60%呢 其实是日能的 只有40%是光能 所以很蠢的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 最新呢 当然就是用这种 节能的 节能灯泡啦 节能灯泡 节能灯泡的话呢 它的这个功率啊 同样的 我没有记错啊 你叫爱迪森存啊 不是说爱迪森存 就是 爱迪森那个时候 这么久以前的技术 你没有理由用到现在 你还用它嘛 对不对 我们都有 发明新的东西啦 当然这个节能灯泡呢 也是 现在开始又要淘汰了 现在全部几乎都是走 LED了 甚至LED呢 它的功率越来越高 所以变成了我们呢 现在呢 就是一直浮吹啦 甚至有一些国家呢 禁止再售卖白痴灯了 这个不能再卖了啦 这个在欧洲地方呢 几乎是 IKEA那边下架 不给你们再卖白痴灯了 所以这个 不然的话呢 老实讲呢 一定要用这样子的方法 不然人类哦 他就一看价钱 哦这个便宜了 我就买这个呢 所以到最后呢 他也不管啊 这个电费多少 他也没有真正去算啊 等等的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了 我们变成了 金钱挂帅呢 就变成了 一直没有办法进步 对不对 所以你一直要 用这个法律啊 来去控制大家 强迫大家 用新的东西 这样子 啊 还有一个叫做 潮汐能 潮汐能 其实也是算是一个 比较新的 那个那个 那个 发电的方式 因为老实讲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 那个 潮汐能好像 呃 差着水的水位 呃 上浮其实也没有很高 几个meter罢了 到底能不能够足够发电 这样子 而且呢 你要围着 通常他们是在 海岸线那边 围起来 那他一涨潮的时候 那个海那边 就会流进来 对不对 所以通过这个这样子 流进来呢 他就可以发电 那如果退潮的话呢 你里面的这个 蓄水池的水呢 就会往外流 也是可以发电 那一天可以发两次电 其实也蛮不错 而且他定时定后的 哦 所以其实他也是 虽然他的这个量不多 但是又定时定后 每一天两次 其实也是蛮可观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可能是 也可以尽可能 像我这样讲 可能这里不多 那里不多 这里又不多 那里又不多 全部一起用起来 就足够多了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部分呢 我们都要分散投资 全部要去投资一下 然后最后呢 你就会觉得 啊 全部加起来 又真的是够用了 这样子啦 所以这个潮汐能呢 也是不错的一个 看法啦 那海浪发电呢 是比较难预测 主要呢 你又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有海浪 而且有时候强 有时候弱 那这个是 什么国家 挪威 还是 Sweden 那边 北欧地区的 我记得 这个国旗 谁的地理厉害 这个国旗 是谁的国旗 没有计算 应该是北欧那边的国家 他们也的确进行了 这个海岸发电的 一些装置的发明 OK 还有一个是温差发电 因为温差发电 其实很 很 在小学 我们也有做过一个这样子的实验 就是两杯水 一个是沸腾的100度的水 另外一个是0度的水 然后呢 你用了不同的金属 这样子来连接它 交叉交叉 一边是很热的 另外一边是很冷的 你这样子就可以有电了 所以这个叫做温差发电 所以他们也是 他们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装置了 之后他们的想法就是说 能不能够从海底得到非常冷的温度 从海面得到一个很很高 比较高的温度 从而发电 哦 这个也是 可能那个温度差别没有太大 所以他又要去选择一些比较高温差的地方 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所以很多时候呢 很多很多东西要考虑 对不对 还有就是能不能够发出 发出足够的能量没有啊 这个投资值不值得啦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东西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张呢 我们纯粹只是要让你开拓你的想法 哦 现今呢 到底我们是对哪一方面呢 的这个能量啊 主事单单啊等等的啦 OK 好 那我们这个是课本的习题 我们来看一下 下列能源中属于可更新的能源是太阳能 对不对 核能啊 天然气啊 石油啊 这些都是不可更新的 所以太阳能是 那火力发电的这个能量的转换哪一个是正确的 火力发电呢 主要是燃料嘛 对不对 燃料燃烧 我们讲的燃料里面 燃料和食物里面有化学能 这个是初一初二的时候有上过的 所以它当然就是从化学能开始 然后燃烧 燃烧很多时候呢 它就会烧那个水 让这个水可以得到动能 推动波轮 所以应该是从化学能转换成热能 热能再转换成机械能 机械能再转换成电能 OK 所以答案是A 所以你要对这个 这个火力发电到底是怎样操作的 你要有一定的认识 不然的话你是选不到这个选项 OK 还有呢就是 石油提炼 是用什么方法 分层蒸馏吧 所以它会这样出不了 石油提炼要用什么方法 分层蒸馏吧 基本上就这样子 历届好像有问几题 关于分层蒸馏了 所以它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第四题 这个是可兰冰 可兰冰就是天然气 在很水底 因为很低的温度 而且有水压 还有高压 所以变成了冰块 天然气和水 变成了冰块 所以这个 因为它有天然气 所以它的冰块可以拿来燃烧 所以哪一个说法是正确 它是可再生的能源 天然气本身就是不可再生的能源 所以你叫它可再生的能源 就是错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错的 能量来自于上亿年前的太阳 这个讲法又可以接受 为什么 因为天然气是上亿年前的一些植物 动物 的尸体得来的 所以这样子的讲法其实是可以的 我们基本上我们地球上的任何周期 它的能量都来自于太阳 是几时的太阳罢了 是上亿年前的太阳还是现在的太阳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能量都是跟太阳能有关 OK 第C 我们再看一下 水在低温凝固形成 可燃冰 它讲 只是水就错了 因为它应该是天然气和水 所以它少了天然气了 所以这个应该不对 然后可燃冰的燃烧时 核能 转换成热能 应该是 应该是燃料嘛 燃料是属于化学能 不叫核能 核能是只有那个油 Euranium 你撞开它得到的能量 我们才叫核能 所以这个是错在核能 答案正确的应该是B OK 第五题 太阳中蕴藏了 无比巨大的能量 核能说法 一个是正确的 它是不可更新的 怎么可能呢 它就是最有名的可更新能源 所以这个是错的 它的应用会严重污染环境 它好像完全没有排放任何的废气 也没有任何的肮脏的气体存在 所以这个严重的污染是非常非常错的 最多是什么呢 你最多可能 有可能 在制造太阳能电板的时候 会有产生污染的物质 这个我就不知道 这个也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 目前好像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讲法 有广阔的前景 这个应该是对的 太阳能不能转换成电能 是错的 我们有太阳能电板 可以直接的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 所以答案是7 OK 然后呢 第六题 这个是一个 小夜灯 小夜灯 它是有太阳能电板 白天受到阳光照 然后晚上呢 它就可以 有一个提供电能 当然它应该是有一个电能 早上的时候太阳能 太阳照了之后呢 把那个电能储蓄起来 因为如果你没有储蓄起来 你就要马上用掉 马上用掉的话 你就会变成了 早上太阳光很猛的时候 你的灯亮着 你的夜完的时候呢 你的灯就没有亮了 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电池 来把这个电能给储蓄起来 这样没有太阳光的时候呢 它又用这个电池里面的电能 转换成光 不是像那个什么 造星期 那个很好笑的 他就要发明了一个 手电筒 太阳能手电筒 当你没有光的时候 你就用另外一个手电筒 照它 这样它就会发光 当然不是这样蠢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太阳能是可再生能源 这个是对的 太阳能电磁板 将电能转换成光能 好像倒转了 对吗 应该是光能转换成电能 所以这个应该是不正确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 白天 照射这个太阳能电板 太阳能转换成了电能 对 然后LED灯 是将电能转换成光能 而且效率比白色灯高 这个也对 OK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BOY 好 第七题 最后一题了 它是用了这个集合论的 这个犯恩图 所以变成了这个是三个集合的交集 所以也就是说它同时要符合这三个条件 好 所以它是性能源 它是可再生能源 它来自于太阳能的辐射 所以这个应该是太阳能 所以这个应该是不难的了 还有的就是简答题 风能是属于清洁能源 可按照这个 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 它是属于 可再生的 可再生能源 风 风力发电呢 是将风的什么能转换成电能呢 这个应该算是机械能的 因为它动能也是可以的 所以风在吹的时候 它的这个动能呢 就可以转换成电能了 好 再来的这个是什么 目前我们利用最多的是 化石燃料的是 煤、石油和天然气 所以这个是 嵌石油了 然后还有的就是 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 OK 主要的看这个图 你可以看到的是 天然气 可以产生的 这个二氧化碳的数量 好 还有的就是 二氧化硫的数量 所以煤炭的 这个二氧化硫的数量呢 超标了 二氧化碳 大家都差不多 OK 所以也就是说 天然气所产生的 会导致酸余吗 天然气应该 只是产生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不是产生酸余的 而是产生温室效应 好 所以这个是错的了 天然气不含流元素 它不是不含 它是含量很少 所以用不含 好像也是不太正确的 煤燃烧对环境的影响 焦嚣 应该是比较大 因为它的二氧化 流的含量比较多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大的 然后最后的就是 燃烧煤和天然气 都有温氏气体 温氏气体是 锡二氧化碳 CO2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好 答案是 答案是DONKEY 对吗 Gate答案是DONKEY 然后第三个小题呢 这个是 我们的全球能源 使用量不断的增长 然后我们需要开发新的能源 可以是潮汐能 生物质能 还有什么呢 还有很多啦 地日能也可以 你可以讲什么 温差发电也是可以 这些都是 海浪发电也是可以 这些都是最新的 我们正在寻找 还在寻找着 到底合不合适 等等的啦 好 这个是太阳能电板 我可以跳过吗 主要它的问题是什么 主要的就是说 它的 它 它发现到了 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第一根 A跟C来讲呢 如果你是垂直的话呢 你发的电会比较多 你要看它的指针 看到吗 这个指针比较高一点 这个指针比较低一点 所以如果你的角度 你如果没有对准它呢 你所发出来的电会比较少 而且 当然如果你对A跟B来讲 你越大片当然是越更多的啦 所以这个是 A跟B呢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 我的这个面积越大呢 电流就越大 A跟C来讲呢 我们就发现到 角度啊 如果呈90度呢 电流就会比较大 所以最后呢 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用什么向热 向热器 就是它会自动调节 它的这个角度呢 尽量的使它 呃 就 面向 把这个电板面向这个太阳 那水能啊 风能啊 生物质能 跟太阳能有什么关系 几乎都有关系 它都是直接或者间接 从太阳能得到的 水能的话呢 我刚才讲了 因为它是太阳照射这个海洋 海洋里面的水呢 受热呢 变成了水蒸气 变去了高处呢 再往下 下雨 去到高处 所以它间接的 从太阳能得到的 风能呢 基本上呢 也是因为太阳照射这个地球 呃 不均匀 所以造成了这个风呢 呃 这个 某个部分如果热的话呢 它的这个温度 呃 比较高 空气就会往上升 那温度比较低的话呢 就会往那边 呃 这个空气就会往那边流动 所以这个也就是太阳 呃 照射不均匀 造成了这个 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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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空气的流动 生物职能也是 因为基本上 它就是从植物那边 呃 这个光合作用啊 得到的能量 呃 然后 化学能之一 好 那我们就讲完了 这个 PPT 哦 Scotland 啊 上一年 呃 李佳靖讲 你老师 第十章好像还没有讨论完 第十章 刚才我不是讲第十章吗 第九章我讨论完了 第九章我确定讨论完了 我去check回我之前的 video 呃 呃 的确是讨论完了的 第九章的 ok 因为 因为历届那一边我好像只有选择题 啊 所以已经讨论完了 确定了 ok 然后还有的就是 咦 上册第十章 上册第十章 讲什么的 讲什么的 我再去看回好吗 你突然间这样子问我好像记不起来 上次第十章是血液 血液 血液啊 血液流动吧 我再去看回video 我到底是从哪里漏的了 ok 现在 呃 我先讲讲一下这一章的重点 再summary一下 ok 笔记的部分 然后我就给一些时间你们做那个练习 你们可以去这个 这个google classroom这一边 classword 他说 不要紧 我先讲这个 ok 可更新能源呢 就像我们的这个太阳 太阳辐射啦 风啦 水流啦 草木燃料等等 这些可以在短期内呢 都可以循环的再生的 能够长期的提供能量的 ok 不可更新能源呢 就像是这个煤啊 石油天然气 还有油矿等等 啊 所以这些都是化石 或者矿物能源 必须要在 地质 啊 长时间的在地底下 啊 所以短期内呢 没有办法更新 那能源除了可更新 跟不可更新以外 我们还有的就是一次能源 跟二次能源的分法 一次能源就是直接的从 大自然界中直接的得到 二次能源呢就是加工的 加工过后的提炼过后的 ok 点三的部分呢 我们就有讲到 煤啦 是这个 植物的残骸 石油和天然气 啊 就是这个 海 海洋的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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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这三个呢 就是我们主要的 不可更新能源 然后还有就是原油 啊 石油开 油田开采出来的石油 我们叫它原油 然后可以进行分层蒸馏呢 得到不同不同的东西 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 液化石油器呢 主要是钉碗 啊 然后还有的就是 不可更新的能源 包括哪一些 太阳能啊 职能 生物职能啊 地日能啊 风能啊 潮汐能啊 海浪能啊 呃 温差发电好像没有 好像是小档案啊 所以没有放在里面 OK 所以这个是 你们可以先去做一下 如果要scan 就scan这一边 给你们15分钟的时间 可以吗 第十章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下大家做到怎样 看下大家做到怎样 好第一题 呃 人类每天消耗很多能量 啊 如煤 石油 天然气等 啊 这些能源 最根本 啊 来自于原来源于是哪里 啊 所以有一些学生会觉得 欸 是不是地球本身呢 嗯 可能你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是因为 那个肢体在地底下 然后应该是 这个地日能造成的 啊 那事实上来讲呢 其实它还是 源自于太阳 比较多 因为它的尸体啊 啊 为什么它尸体本身 含有那个能量呢 是来自于太阳的 那就是 呃 如果是植物的话呢 就是进行合作 要等到的 OK 所以它最根本呢 还是来自于太阳 啊 所以这个是很多人 嗯 OK 很多人是圈B 我相信是 一些一些 我觉得是有点 Misleading 这样子 啊 所以也难怪啊 啊 也难怪大家选这个答案 OK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题 啊 化学员燃料是不可更新的能源 耗尽则无 啊 下列不属于化学 化石燃料的是 煤石油天然气都是 啊 所以这个是乙醇 啊 乙醇是什么呢 乙醇基本上它就是 啊 啊 一大诺 就是我们酒精啊 啊 这个啊 可以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 OK 所以还有两个同学 是 做错罢了啦 好 那第三题 第三题我们就要看回那个图了 啊 啊 第三题 第三题它就有讲到 化石燃料在燃烧的时候 它会产生各种的废弃 那它有一些就会造成这个酸雨 那你觉得酸雨是由哪一个气体 啊 主要是哪一个气体造成的 那这个我们在 呃 上那个酸的时候 嗯 在上什么的时候 在上什么的时候 呃 它不是这一张讲的啦 其实是前几张呢 就有讲到了 是氮氧化合物 还有 硫氧化合物 碳氧化合物 就是二氧化碳会吗 二氧化碳呢 因为它是 融在水里面会产生碳酸 那这个碳酸呢 是比较弱酸的形式 所以呢 它其实酸度没有太大 啊 反而是 这个瘤 跟这个氮 啊 因为融进去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亚硫酸 啊 另外一个就会变成硝酸 那这些就是比较强的酸啦 啊 所以这个是 A呢 会是主要 啊 主要造成那个 啊 酸雨的啦 啊 所以还是 大部分的人都做对 啊 啊 宣息的话呢 它可能是看 SO2啊 然后可能认为CO2有 那事实上呢 CO2是没有的 好吧 OK 啊 第四题来讲啦 啊 第四题呢 能源危机 是我们现金的 这个这个问题 so 你觉得哪一个方案是可行的 全面关闭 火力发电 这样我们的这个 啊 电能哪里来啊 啊 突然间这样子关闭 是 是是有点贸贸然的一点 对不对 啊 然后完全停止使用这个 石油 煤 碳 碳 资源 直接的改用这个核能跟太阳能 啊 这个也是不太可行的 所以你要知道啊 我们这个 新的能源啊 它刚刚开始的发展呢 啊 毕竟它的量也不多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一直的 在多方面的去去 呃 去发展它啊 呃 全部的好像 这里拿一点 那里拿一点 啊 目前都还没有办法全面的改用 啊 只是说现在是 好 一步一步来 哦 不能这么快的 对不对 然后C来讲呢 那是啊 新建水利跟风力发电 哎 这个好像感觉是可行的 但是问题是哦 呃 老实讲水利 它有它的问题 啊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是水利发电 风力也有风力的问题 所以啊 当然这两个其实是 啊 可更新人员来讲呢 呃 他们其实目前是占了大部分 啊 但是 我们啊 啊 总总会想要说 要 要在不同不同方面呢 啊 啊 都取得一个平衡了 哦 所以最正确的答案是 DONKEY 然后上至 国家 下至人民 都应该合理的计划 用水用电 啊 不能任意的这个 啊 啊 浪费能量啊 啊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一题呢 感觉上就是最长的是答案啊 对不对 嗯 因为老实讲啊 四个其实都 都有它的道理 啊 只是说A跟B 我觉得是比较不可行 C呢 的确是 呃 其实还都 可行度已经蛮高了 然后 反而你讲的 不能任意浪费能源啊 这些其实都 当然要多方面的 都要配合 这个是真的啦 哦 所以DONKEY都讲到 多方面配合的 哦 上次国家 下至人民 全部都要配合 啊 这个是最好不过的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五题 不可更新能源的消耗 随着人类啊 生活的富裕 消耗的更快啊 啊 所以哪一个是属于可更新的能源 所以前面是废话吧 啊 前面基本上是废话 啊 其实是要问呢 哪一个是可更新能源 啊 石油 石油 真是要抓它出来打的 好 这个第六题 我们看一下图啦 看图 看图 好 那这个是石油 分成蒸馏的示意图 然后从图中 我们可以判断什么 ABC 啊 我们讲的是这个 啊 C 越往下的话呢 它费点就越高 那A的费点越 最高是错的啦 因为是最低了 对不对 然后越往上是 费点越低 那融点就更加不可能了 所以只有这是 相对分子质量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就讲说 ABC来讲呢 啊 就是越往下的话呢 它的相对分子质量是 比较大的 哦 所以答案是C的 三者都是纯净物啊 其实 应该讲说是 都是混合物来的啦 哦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哦 没有办法的 你即使拿到A都好呢 它都不是纯净物 它可能都有两三个不同的 这个化合物的 参在里面 好 那第七题 我们再看一下你们做到怎样 哦 这题很多人不会啦 所以这题 会比较难一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 我是讲啊 分层蒸馏的这个 这个石油这个分层蒸馏啊 啊 这个也是常考的 因为对你们来讲 是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会看到呢 啊 达到就会比较平均一点了 对吗 OK 那第七题啊 这种就很简单 对不对 保护环境 节约人员 啊 不能只是靠我这个政府的单位 更要从你我做起 哪一个是建议是不适合的 建议不适合 为什么 呃 天气太不太热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用 啊 电风扇不开冷气啊 这个对啦 因为冷气的耗电量 呃远大于我们的电风扇 然后还有就是 随手要关灯啊 离开的时候 这个也对啦 然后尽量的少开这个 呃 电冰箱的门 因为你一开一个门呢 那个这个空气啊 就会流动 然后造成里面的空气呢 其实就会变热了 所以它又要启动那个 那个 那个 啊 让那个温度下降了 所以你开一次呢 它就是能量又 又会消耗 消耗一次 所以其实是讲了 是尽量的不要去一直开关它 啊 那这个空 C的来讲 其实就是 你把温度调的很低的话呢 这个就是耗电就会越高 所以应该是 啊 比较合理的 应该是讲说 把温度的调到 比较高一点 不要太低 差不多25度呢 就够了 啊 不要调到18度啊 因为你调到越低 你的这个 呃 这个能量就会消耗越过 ok 好 第八题 哎 怎么还有 后面还有了 看一下 哦 后面还有第九题 是有图的 啊 啊 第八题 直接把太阳能转换成热能 加以利用 啊 是能够 这个 这个是一种环保 然后善用能源的方法 那哪一个是属于太阳能转换成热能的运用 啊 那我们以前啊 其实我的年代啊 啊 啊 这个 屋子上面呢 很多时候他们就会装一个太阳能热水器 啊 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黑色的板 它其实里面不是把它转换成电能的吧 它是把它 水 冷水 倒过去 啊 经过太阳的造色呢 变成了热水 然后那个热水拿来充量用的 啊 所以它是太阳能的热水器 这个就是我们的以前的装置 啊 以前呢 每个人的屋顶啊 都会装这个太阳能的热水器的 啊 拿来充量用的 啊 啊 OK 那A的为什么错 A的是太阳能电池 所以它是从太阳能转换成电能的 啊 然后太阳能电板也是一样转换成电能的 然后这个光 光导纤维 跟本联 跟这个太阳能呢 一点关系都没有啦 啊 所以这个是错 ABC都是错的啦 啊 正确的是东西 OK 好 再来的就是第9题 看一下图 第9题它的是一个这样子太阳能电板 然后有一个小风扇在这里 啊 就是基本上是利用了这个太阳能啊 然后开这个风扇来吹你自己啦 啊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想法 哦 所以这个是怎样的一个能量的转换 所以说 它用了太阳能电板呢 它就是从太阳光能 啊 有时候你叫它太阳能也是可以 啊 要么就是光能 要么就是太阳能 转换成电能 因为你用了电板 哦 太阳能电板 你就是先转换成电能的 那这个电能呢 就会通过这个电风扇把它转换成机械能 哦 或者叫动能 哦 OK 所以这个答案是DONKEY啦 OK 好 那再来第10题啦 这个是什么 柴油 柴油 柴油及尸部 啊 然后它可以不用任何的仪器 它用鼻子闻一闻 用手去探一下那个温度 啊 尾气那边啊 就是尾气发出来的这个温度 它就可以知道的情况了 那如果是温度比较低的话呢 哪一个判断是正确的 呃 温度如果高的话呢 就是代表了 它 如果它的尾气温度很高啊 可能就是说它 它的这个能量呢 不是转换成了动能了 它就会转换成日能比较多 所以变成了温度比较低的 是代表它比较节能啊 啊 啊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罢了啦 啊 那 味道越浓就代表它没有完全燃烧 所以是不节能的情形 然后如果越黑的话 就是代表它燃烧出来 越不干净 越多杂质 所以也是一个不完整燃烧 啊 不节能的情形 所以很明显啊 这个A跟B呢 润选一个罢了 不过这个还蛮多人说对啦 非常好啊 啊 啊 OK 所以这个情况 呃 大部分的人都是对七题八题啦 算是蛮理想的 啊 至于这些一题啊 四题啊 五题啊 这些要同学要加把劲啦 啊 OK 所以我们再接下去看下其他的题目 讨论一下 啊 啊 前冲题的部分 煤是由沼泽地区的植物 植物 植物遗体 啊 堆积 然后沉埋在这个地底下 OK 然后 然后 长期的地质作用形成的 石油主要是碳氢化合物 有碳有氢 啊 很多时候是什么 甲丸呢 就是CH4 然后丁丸呢 是C4H10 所以就是碳和氢嘛 对吧 所以我们叫做碳氢化合物 然后是数百万年前 这个 这个 这个海洋 卫生物的 以海 堆积 然后高压 高温高压 然后 从复杂的生物 啊 和化 化学变化转换而来 那我们从油井开采出来的石油呢 我们称为 原油 然后它不容易水 密度 以水来的小 所以它会飘在水的上层了 所以原油这个泄漏的话呢 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啊 为什么 它油飘在这个海的上面 啊 里面的生物呢 就会缺氧而死 啊 第一来是会缺氧而死 为什么 第一来是空气 空气里面的氧气没有办法融进去 那你就讲说 里面有植物吗 它可以产生氧气吗 啊 第二点呢 就是它阳光没有办法透过 所以下面的植物全部没有办法进行光 或者完全进行不了光的作用 完全没有氧气 啊 所以这个原油泄漏呢 是会造成海底的生物 全部会受到影响非常非常的严重 OK 好 那再来第三题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日本福岛 2011年 有讲起来 还真的是 机器游行啊 在那个时候 这个日本啊 因为地震啊 地震的关系 然后它的这个核能 核能发电厂其实有出现泄漏 啊 然后甚至的是 他们 他们也承认那个时候呢 把那个水啊 因为它的这个核能那边啊 电厂发生问题 然后他们用海水去降温 降了温之后呢 它直接海水就倒掉了 啊 所以其实这个 那个时候呢 他们一直不敢承认 之后呢 出来承认了 啊 他们的确也有这样子做了 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也不知道了 到底水域那边的生物到底有多少受影响 所以这个我们也很担心啊 2011年的那个时候 哦 所以先到今天呢 差不多有9年的时间了 哦 也有一段时间了 OK 能源分很多 个角度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化学能源啊 生育职能啊 或者是一次能源 二次能源啊 或者不可更新 或者不可更新 那它是属于哪一种呢 一 它是一次能源咯 然后它是属于不可更新的咯 然后化学能源它也不是 它生物质能也不是 所以这个呢 你就会讲啊 这个其实我们就没有把它分类在里面了 哦 所以这个因为它不是化学能源 它也不是生物质能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也去做这个分类了 OK 还有呢 就是可燃饼 天然气 可燃饼 可燃饼 对啊 可燃饼 可燃饼是什么呢 属于一次能源咯 然后还 属于不可再更新的咯 算是化学能源咯 只是说我们 我也不写这个了 然后你写化学能源也是可以接收的 好 好 再来的第五题 这是马来西亚一次能源消耗百分比 然后为了减缓对 对什么呢 化石燃料的依赖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还是占了整大部分的 这三个都是化学能源 占了绝大部分的 我们的水力发电呢 也只有1% 我以为会很多 我以为马来西亚很多水罢了 但是其实它真正的 真正的发电量呢 也只有1% 所以我们还是蛮依赖化学能源的 OK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政府呢 可以投资在可更新的能源 比如说我们的油粽呢 油粽呢 它其实可以制造成生物柴油 它的这个柴油呢 可以拿来当作燃油来使用 这个也是一个 马来西亚的其中一个 发展的一个方向 OK 那还有呢就是配对体了 火力发电基本上它是 高效发电 但是因为化石燃料的 这个面临固结 所以这个 而且它会导致 温室效应 还有这个酸雨的问题 水力发电的话呢 它成本比较低啦 但是因为建水库 会淹没大部分的土地 会破坏生态环境 然后风力发电来讲呢 它是清洁 环境效量 所以日向也是好的 但是因为它占用的这个面积非常大 而且有噪音 它转的时候会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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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住附近,你会有点烦恼,因为那个声音会比较大 然后太阳能发电的话,用之不竭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受到昼夜跟天气好快的影响 如果下雨天,云遮掉了,太阳你就用不到 或者是晚上夜晚的时候应该也是用不到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变成了,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的能源都是有坏处所在 所以变成了,我们要多方面的发展 然后让每一个的坏处多互补,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好 潮溪发电,它的产电的时间会比较容易计算 因为一天会有两次可以发电的,所以它其实很容易预测 而且你可以看到,如果那些地理比较厉害的 它甚至会知道什么时间,这个地点会涨潮的 当然每一个月份就不一样了,所以它可以计算到什么时间可以产电 但是因为它的发电效率不高,而且它会放在海水那边 海水跟水坝又不一样了,水坝的是淡水,海水的话是咸水 所以它的腐蚀性会比较高,所以这个是设备比较容易腐蚀的 你会看到,我们讲了,如果铁生锈的这个条件,如果 如果盐水跟普通的自来水还有盐水,你会发现盐水,生锈会更快 所以这个是它的腐蚀性,就会造成更加容易腐蚀了它的设备 好,再来的这个是做答题的部分 它是要你把它区分那些一次能源,二次能源 然后可更新跟不可更新,分一下,然后化石能源跟生物质能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一次能源的 A是一次能源,煤,石油,天然气,水能 水能就是水力发电,风能,风力发电,电能肯定是要体验过的 所以这个是二次能源,F 潮溪是一次能源,太阳是一次能源,氢能是什么呢 氢能其实是,老实讲,就是水电解得到氢气 所以它一定是process过的,因为我们大自然界中得不到氢气这个东西 因为它太氢了,然后基本上是会飘到非常,大气层的非常上层 然后甚至会直接的去到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宇宙去的 它的这个质量非常小,所以轻呢,我们要得到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从水那边,然后通过电解的方式得到 所以很一定的是二次能源来的 一日能是一次能源,生物柴油也是一样的,它必须要提炼过后才可以得到柴油 所以它就是二次能源 脂肪算是一次啦,就是从动物的身体得到的这个脂肪 一次能源 哪一些是可更新啊,不可更新啊,基本上不可更新的有哪一些 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煤啊,石油啊,天然气啊 OK,所以其他的都是属于可更新的 只是还有一些是一次能源的话呢,二次能源的话呢 我们就没有进行这个可更新和不可更新的分类嘛,对不对 因为它都是从,都是从这个一次能源提炼出来的 所以变成了我们就没有进行,有吗,有进行去分类 F我们就没有进行分类啦,电能,电能你叫它可更新还是不可更新 好像很奇怪,这个轻能还有啦,轻能我们啊,轻气我们还很容易得到啦 所以我们也是把它放在可更新啦 生物柴油,因为它通常都是从这个 棕油啊,等等的这些植物上得到啦 所以又把它放在可更新啦 OK,所以只有电能我们觉得很奇怪啦 你要把它叫成可更新跟不可更新都怪怪的 OK,化石能源就是ABC啦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不可更新能源啦 这三个都是属于化学能源 生物职能的话呢,我们就要从生物身上得到的 所以在这边呢,只有这个生物柴油还有脂肪 啊,生物柴油跟脂肪 啊,这样子可以理解啊 所以化石,化石能源跟生物职能的这个分类啊 并没有把所有的都可以分类好 啊,就是说有,只有小部分呢,是落在这两个 啊,因为有大部分呢,是落在这两个以外 所以有,并没有,这两个并没有,并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归类在这两个里面 啊,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 啊,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 所以最多的人员是这个煤,石油和天然气 这三个化石燃料啦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蕴藏量来讲啦 石油和天然气呢,只够开采50年 煤的话因为含量偏多 所以可以开采到200年 所以这个是,所以为什么我们目前还是很多人还是一直在用煤 尤其是中国啊,他们很爱用这个煤炭啊 啊,产日啊,还是发电啊,都是用这个煤 OK,所以这个人们呢,在 利用和开发其他的能源 比如说太阳能 还有两个,你就随便选啦 这里给的是空能跟地日能 OK 然后这个图跟我们课本的图一样啦 但是,的确是 在作业,他们又再出口一次 但是问不一样的问题 他就问了 会产生二氧化碳跟二氧化硫 所以他就问了哪 天然气跟煤的共同点在哪里 共同点就是都会产生这个 都会产生差不多相同样的这个二氧化碳啦 所以都会产生这个煤 温室效,温室气体 然后我们叫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然后还有的区别在哪里呢? 那区别当然就是这个煤 会产生比较多的这个 二氧化硫 所以这个二氧化硫是会比较容易产生酸鱼的 导致酸鱼的 OK 然后这个是第四题 第四题的题目 2010年底 然后马来西亚呢宣布了 要推动这个核能计划 在十年内 这个应该是假的啦 我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 好像有稍微有提过 一提了就被人家煤 马来西亚的基础哪里可能啊 所以变成了民间很大的访谈 这个我也相信有 不过这个好像不太 好像一些感觉上好像有 但是没有大肆的宣传 因为一提了就被大家煤到乱了 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不太相信马来西亚的技术 科技的技术 OK 所以 优点是什么呢 但我们优缺点我们都要讲一下 这个核能发电的优点呢 它其实是不会产生空气污染 这个感觉很奇怪 它其实是的确是不会的 因为它怎样讲呢 它的产生出来的东西呢 它是拿来烧那个水 然后水推动这个涡轮 然后产生电的 所以它其实是 理论上来讲 除了它的这个核飞料以外 它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产生空气的污染 所以它可以缓解这个地球的温室效应 然后它原料很少 它可以产生很大量的电力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大家都还在 不事单单的对这个核能发电 那它缺点会比较多 第一的就是新建成本比较高 为什么它要五成的那种防护 飞机撞下去都不会爆的那种 它才可以是安全的操作的 所以它的这个成本啊 新建成本呢非常高 而且还要同时运作的时候呢 必须要有非常严谨的监控 提炼这个油的时候呢 会放出这个放出性的沸水 这个沸水哦 理论上呢 不可以排出来的 不可以排去这个河水啊 海水啊 不能排出去的 它必须要 这个热水啊 如果排放的热水会造成热污染啊 这里写的是热污染啊 其实它我们担心的不是这个热污染 而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这个放出性的这个 废料呢 会不会造成了这个奇影的突变 这个是更加危险的 所以这一边呢 讲了什么破坏附近的海域的生态 环境啊 其实真正来讲的这个水呢 是没有不可以的 不准许排放的 它只能keep在这个地底 不懂超过十多年 后才可以排放 所以你这个这个河门呢 一新建了 一操作了 操作没有两下 你的地底都没有地方 可以存这个河水了 因为它用量相当高啊 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再来第五题啦 氨气呢 它常常作为这个制冷剂 还有化肥 然后其实它也是一个清洁的能源 因为它在存氧中呢 它可以完全燃烧 变成水和氨气 所以这个科学家认为 氨气有几个优点 可以代替 代替氨气 应该用于氨气 应该是代替氨气 成为新的能源 主要呢 它就比较一下氨气 跟氨气啦 第一呢就是 氨气有吃净性的气味 有好处吗 有 它泄露的话呢 你就很容易知道咯 对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溶点 溶点就是它会变成固体 它的这个温度是-77度 但是如果氢气的话是-200多度 所以这个储存上呢 应该我们要把它变成液态 如果我只是讲液态呢 这个只需要-33度 我就可以变成液态了 所以它好很多啦 容易地把它变成液态 还有就是它溶解在水里面 相当多啦 456g 在这个一个L的水 它可以溶456g 所以它其实非常容易溶于水 这个是非常容易溶于水 然后还有密度的条件来讲呢 它的密度也比较高啦 当然啦 清气是最低的嘛 对不对 所以它是高很多的 所以在等等等等的这些条件呢 它要你选两项 两项优点 所以这边提供的就是 第一它的肺点 比它来的高很多 所以很容易液化 容易液化的话呢 它就会容易的存存 还有运输 还有的就是 它有刺激性的气味 如果它泄漏的话呢 它很容易就被发现了 还有如果泄漏了之后 如果我要怎样处理它呢 因为它容易容易水嘛 我只要喷水就可以了 我喷水它就容易水 然后就可以把它给 就是 算是净化啦 对不对 所以它不至于就会到处弯飘掉 所以我只要喷水呢 我就可以把它给处理掉了 然后容易容易水便于处理 OK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安气的这个 为什么对未来 可以代替这个清气啊 因为目前啊 一直在那里讲 清气作为新能源呢 它到最后的问题就是 它很难液化 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啊 大家都在头痛的一个问题 OK 还有的就是第六题 天然 天然能源发电站 这个是地热能 然后请问这个是什么能源 就是地热能 然后放进去的是冷水 为什么抽出来是蒸气 因为我们的地底深处有至热的原浆 冷水受热就会变成蒸气啊 这个气就是这个气嘛 好像有三点水 不是这么重要 这些能源可以用来发电 请问它的这个能量转换的流程是什么 它从地热能的热能 受热了之后变成了蒸气 就会有机械能 机械能推动涡轮 就会变成电能 所以你要写出这三个阶段 可以吗 可以啊 OK 最后的历届的题 有九题 给时间你们做一下 那我们下个礼拜讨论 讨论一下下 就进入第11章 可以吗 这个是 好像也是有一部分的学生已经做了 不过不要紧 给多你们十分钟做 三个同学做 诶 不是咧 是这份吗 有没有看错 哦 做好了 大部分的人都做好了 这样我就直接讨论了 直接讨论了 可以啊 也是很多人做了 好吧 我就直接讨论了 这样我们结束掉这一张 那我们算是 今天可以结束掉这一张吗 好 来看看 这题 这边的分数会比较好一点吗 也是集中在第七第八啦 至少没有一分的了 三四五的这些同学还是要加把劲啊 这个都是很简单的 老实讲 它真的是逻辑性的一些题目 罢了 不是很难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图的话 是第五题 跟第七题 好 Dynamo就是我们的发电机 发电机的话呢 它是从机械能转换成电能 基本上就是推动波轮转换成电能 所以这个是机械能转换电能 大部分的人都会很好 那这个字 跳水源 跳水源 这个能量转换是什么 主要它是从微能 就是因为它在高处 微能跳下来 就会转换成动能 最后呢 还有多一个层次呢 我觉得是应该是升能 因为它跳进去是水 不痛一声 对不对 虽然有点牵强 但是这个是唯一的解释 所以最后呢 会有一个升能 好不好 其它是什么 化学能 化学能转换成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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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也是可以接受 化学能就是因为那个人有化学能 所以有时候呢 这个是很旧的那种 通考题来的 所以有时候呢 就会比较解释到 其实也是解释得通 化学能 因为你跳嘛 但是如果你是讲 如果你跳 跳下去了 你又不是所有的能量跳下去 它主要还是从它的 失能转换的 所以还是用微能比较正确 除非你往前冲 往前跑 这样也就是化学能转换成动能 所以这个是A的话 怎样讲都好 不是这么正确 这个全部人对完非常好了 我们的蔬菜 是从光合作用呢 是将光能转换成化学能 100%的对了 非常好了 再来第四题 对于我们地球上呢 所有生物而言 能量最根本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太阳 跟刚才的那个作业题 第一题 非常相像 这一边又没有地球内部的能源 所以这题更加的没有争议 如果你讲植物 植物的能源哪里来 还是从太阳能来 对不对 所以你选这个植物呢 是不太对的 地球内部 还是有地球内部 但是现在呢 我们就不是在讲化石能源了 是讲所有的生物了 所以这个的话呢 大家应该不会选这个地球的内部了 OK 第五题 分层蒸馏 有下图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第五题 第五题 哦 P是汽车的 汽车的是用汽油 罗里是用柴油 那这个飞机的我们叫做煤油 所以这个名称呢 你们也要稍微记起来一下啦 哦 呃 啊 大部分的人都对啦 好 我们汽车叫煤油 呃 汽油 柴油跟煤油 啊 这个两位同学 你们 到转了 好 我们的这个罗里的用的是柴油 好 第六题 潮溪是我们海边啊 每天周期性的升降的现象 下列哪一个可以解释 这个这个潮溪的行程 潮溪的行程是我们的地球的引力 啊 地球呢 还有太阳的引力啦 但是太阳其实不是很多 啊 主导的还是这个月球 啊 月球的引力呢 我们就叫做万油引力 总之星球跟星球之间的引力 我们就叫做万油引力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C 哎 名词罢了啦 没有什么的 ok 第七题 下列显示一座 呃 这个石油的分层蒸馏了 我们看一下 啊 这是2019年的同考题 他就问了 他是根据什么性质来进行的 那就是他飞点啦 啊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很很直白的 当然他的密度有有不一样 但是你最根本呢 还是用他的这个飞点 不一样来来做区分 啊 所以我们有飞点啊 我们第一个要考虑是飞点 其他的不考虑啊 虽然他的密度啊 这个化学成分啊 会有不一样 的确是会有不一样 但是 我们最根本的依据 依赖的性质啊 跟依据啊 他的这个化学的什么性质呢 还是 选回飞点比较好 好吧 ok 啊 这个复选题就有点 啊 有选得了一跟三 没有选到二啦 所以这个 这种复选题就会比较难做的 但是不要担心 啊 真正的同考题是会这样子出给你的 啊 所以这个其实他其实要找的是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只有一个是不正确的 ok 改次我要考虑一下把它变成不正确 选一个答案就好了 不然的话呢 不选题啊 弄到奥纽很长 ok 生物职能可 是可 再生能源 这个对 啊 生物职能燃烧的时候呢 化学能转换成热能 这个也对 动物 死变 啊 这个 稻米 的 这个结干 啊 都是生物职业的职能 这个也对啊 生物职能 可以用分成蒸馏 哎 这个是石油做的 不是 不是这个 这个 生物职能做的 分成蒸馏是石油弄的 所以123啊 所以123 所以很 为什么你们会 第二没有考虑到呢 是 的确是化学能转换成热能 所以可能你们在研究 到底是化学能了 所以就没有圈到了 OK 不要紧 好 第9题 下列哪一个是 啊 这是寻人的题目 哪一个是二次能源 啊 这个很简单啊 电人咯 其他的都是一次能源咯 只有这个是二次能源 还是有三位做错的 啊 OK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吗 谢谢大家的参与 啊 永远的作答 这个是非常好的 好 谢谢大家 有问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下个礼拜 呃 呃 呃 再进入第十一章 啊 然后 呃 家静跟我讲第三册 还有一些没有讨论完 我再去check一下 啊 上次应该是这个循环吧 啊 循环的题目 好 今天就这样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